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極哥 我們現在來測試一下Sony A7S3 各級感光度的表現 那我們的設定值是使用24幀 4K 24幀 然後是使用S-Log3 那我們呢 會在640到它的最高ISO409600 我們來看一下各級的ISO表現 所以我們先來開始 來 首先呢 我們是ISO640 ISO800 ISO1000 ISO1250 ISO16 ISO2000 ISO2500 ISO3200 ISO4000 ISO5000 在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感覺到這個噪點蠻多的 可是等一下有一個升起的 神奇的地方 在ISO12800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畫面整個 非常乾淨 來 繼續 ISO6400 ISO8000 ISO10000 接下來看清楚喔 ISO12800 整個畫面會變得非常非常乾淨 ISO12800 有沒有 剛從10000 到12800的時候 整個畫面的重進度 變得非常非常不一樣 這個就是 HX3的 第二檔 第二檔的一個 ISO表現 接下來 16000 20 25600 32000 40 51200 64 是 80 10 02400 128 16 20 40 48 25 6 32 40 09 600 ISO 是不是覺得非常非常誇張 從ISO640到ISO409600 從 一個 沒有燈光的地方 到現在 就像白天一樣亮 這個 就是 Sony A7X3 Sony A7X3的一個 超恐怖的一個 高感光表現 那尤其呢 從12000% 12000% 尤其從12800的這個ISO呢 就是它的第二檔爭議 在640是它的第一檔 在12800是它的第二檔 在第二檔的時候 整個畫面就變得超乾淨 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個 在夜間拍攝的需求 你就選擇A7X3 然後呢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選擇 火師GM F1.2那個鏡頭 絕對會在 光線不足的時候 給你一個非常優秀 而且成效非常棒的一個影像品質 OK 這就是今天的 Sony A7X3 各級的ISO感光表現 謝謝 謝謝